五月五號的董事會 決議通過 以新台幣36億元取得 接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40.4%股權 食品大廠泰山伐仲信 說董事會決議通過 接口支付案 買賣加金 每股24.63元 但接口支付連年虧損 去年也虧超過2億 而全家的支付服務 全盈家配有賺錢 泰山為何要 賣全家 買接口 但買接口更大的爭議是程序 市場派龍邦批評 公司派通過議案的程序 完全非法 還說參與的董事 恐怕涉及特別背信罪等 嚴重刑責 甚至向總統蔡英文喊話 拜託我們蔡英文總統 拜託我們陳建議院長 舊舊派山鼓動 拜託交易所能夠採取有效措施 制止掏空 謝謝 謝謝 主管計畫只要定一個類似暫時處分 不是暫時的一個什麼要求 在主管計畫核准之前 不准把這一筆錢貴出去 不過前一天陳敏勳和劉慧龍說 之前相當擔心前獨董 杜英達被威脅 結果杜英達發聲明表示 絕對沒有被恐嚇或脅迫 要外界別代替他本人揣測原由 之所以辭掉獨董 是覺得自己已經難以執行職務 針對龍邦提出的質疑 泰山只在眾訓記者會上回應 決議時有律師在場 一切都是合法進行 雙方各執一詞 堅毅權之爭 戰火越燒越烈 華視新聞黃澳天虹錫雨 台北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